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通过管理打破常规让球队取得连胜记录的 影片开始 男主小帅是奥克兰棒球队的经纪人 他所领率的球队在今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可是在这次联赛结束后 球队内部三名全明星球员却被挖走了 想要在下一次联赛再次取得好的成绩已经不可能了 小帅来到老板办公室也表明了 想要好球员就需要增加费用 可是老板却说公司没有那么多钱 还让小帅竭尽所能去招募新球员 既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让小帅感觉十分无奈 可是生活还得继续 所以他只能跟自己团队商量 在这有限的经费里 球队还能找到什么优秀的球员 然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团队里 也就只剩男主小帅是年轻人了 甚至有些老人还带着助听器 几位老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了一些方案 很显然小帅自己并不认同这些方案 但是眼下球队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随后小帅打扮得很帅气 来着其他球队洽谈球员引入的事情 就在他即将说服老板的时候 有位小胖子却在旁边悄悄说了些什么 之后老板也就不愿放人了 小帅从办公室出来以后很生气 就去找了那个小胖子 质问他说了什么 原来这个小胖子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毕业的 随后他用自己的理论跟小帅解释了一番 他认为球队需要购买的是胜利 而不是球员 其实有一些身价很的确有很高上累率的球员 他们并不差 而一位经纪人真正应该购买的是上累率 而不是全明星球员 小帅听后也觉得十分有趣 回到家后 小帅开始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 年轻时的他被球队发掘 还用丰厚的报酬招揽他参加职业棒球赛 男主小帅也因此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选择走上职业球场 镜头回到现实 男主小帅打电话给小胖 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过来奥克兰 自己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第二天小胖就来到了小帅的球队 还带来了自己评估的球员数据 他相信在这些球员当中 一定能够找到被埋没的人才 男主小帅也很相信这个小胖子 但是他们的建议却遭到这群老头的一致否认 这群人根本就不相信所谓的数学统计 他们认为这些球员的作风能力等都有问题 可是男主小帅却强硬的说 这事是通知你们而不是商量 之后小帅来到了星爵家里 他们询问他有没有兴趣来球队 星爵自己也没想到会有球队来招揽自己 表示十分诧异 男主小帅将可痛直接放在桌上就离开了 男主小帅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看望自己的女儿 这天他再次来到前妻家中 前妻嫁给了一位富豪 两人住在豪华别墅当中 三个人在房间里吐槽奥克兰球队 气氛显然有些尴尬 但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也只能忍了 随后小帅带着女儿小美来到一家吉他店 看着小美弹吉他唱歌的样子 小帅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 在球队的路上 他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是他在职业赛场上的成绩并不如意 这边小帅还在想着自己的悲伤往事 球队的老头就来找他了 老头无法肯定他现在用数据来招人 他觉得男主小帅是想公报私仇 因为二十多年前某位球探看走眼了 所以小帅想要挑战这个制度 然而小帅却十分不满他的说法 就转身离开了 在经过小帅跟胖子的招募之后 他们开始了季前赛的训练 然而小动男却根本不相信这些虾兵蟹将 他很直接地告诉男主小帅 你找的这些人都是废物 随后季前赛开始了 男主小帅这次比赛开始后离开了球场 他有个奇怪的迷信 那就是他观看了比赛都不会有好结果 但是该输的还是会输 球队排名依旧垫底 不论是球队还是媒体 都把矛头指向了男主小帅身上 所以他不得不把小胖子 带到老板面前解释 在两人不断忽悠下 老板选择了暂时相信他们 男主小帅回到家中 而他的女儿却担心地问道 爸爸你不会被人炒鱿鱼吧 小帅表示自己不会被炒鱿鱼的 正式赛开始 球队依旧还是输了 但是球队在休息室中 依旧是开心的庆祝 这让男主小帅感到十分愤怒 他决定釜底抽薪 拿起电话就把教练喜欢的球员 统统全部卖掉 小胖子也担心地问道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紧接着小帅来到球队教练的办公室 帮着他的面把最后一名他喜欢的球员给炒了 小帅和小胖每天都会跟自己招募的球员开会 大多男教练也没有办法了 他只能按照小帅选定的人员来安排战术 但是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奥克兰取得了一波七连胜 小帅跟小胖开始乘胜追击 继续购买潜力股来补强阵容 而奥兰克也继续在不断连胜中 他们开始打破各种历史记录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奇迹 大家都是很好奇 这样一支球队到底能够连胜几场 14连胜时 媒体开始大肆宣传他们的事迹 16连胜时 教练开始相信这支球队 当他们取得19连胜时 已经跟世界连胜记录持平了 或许20场连胜记录也将由他们打造出来 这让大家对于数据管理产生怀疑 因为这样一支球队 就是由数据筛选出来的 就在奥兰克冲击20连胜这天 原本小帅还是一如既往的离开球场 他不希望自己给团队带来厄运 可是在女儿的劝阻下 他再次回到了现场 很巧的是 当小帅刚出现时 球队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真的是太邪门了 小帅赶紧转身就走 随着比分不断被拉近 男主小帅也显得十分紧张 他开始垂头丧气 就跟他当初放弃棒球时一模一样 然而比分还是被吃平了 教练似乎已经听不到观众哀嚎 他眼神坚定地望向星爵 并让他上场拯救球队 第一个球似乎没有准备好 紧接着他眼神坚定 眼里只有那颗球 他击中了 这是一记全雷打 球队打破了世界纪录 取得20连胜 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 所有人都在为这场胜利狂欢 然而小帅却冷静地跟小胖说 如果没有取得冠军 那一切将会毫无意义 他想要改变棒球的游戏规则 随后球队来到了季后赛 然而跟双成队的这场比赛中 他们还是失败了 赛后媒体表示 虽然小帅们改变大众的看法 但是却受到了其他球队的邀请 他来到波士顿红袜队球馆 但男主小帅已经跟原球队 继续签订了合同 只不过是因为红袜队的名声 才来赴约 红袜队老板觉得 他现在已经打破了行业的规定 他用这么少的经费 却打造出了这样一支 一支连胜的球队 这样一支没有全明星的球队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他觉得这样 打破规矩的人 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因为他这种行为 已经威胁到 背后大团在握的人了 所以现在哪一个球队 不按照他的模式重建 那就是顽固不化 而他也拿出一张支票 摆在男主小帅面前 邀请他当球队经理 小胖也表示 小帅将会成为 史上最贵的球队经理人 而有钱 他就能够招募到 更厉害的球员了 但是男主小帅却表示 自己想要在奥克兰取得胜利 也觉得自己最终 还是失败了 随后小帅带着他来资料室 给他看了一盘录像带 视频中 有一位胖子 打出拳雷打 自己却没有发现 直到其他人笑着提醒他 他才发现 小胖子觉得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意义的 他们所要做的 就是发掘这些人才 最后男主小帅 还是选择留在奥克兰 而红袜队在两年后 再次取得胜利 用的正是他们当年的 数据理论管理 影片到此结束了 从这部影片中 我最大感触 还是关于失败与成功的定义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 像是失败了 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而我们看男主 似乎是属于冲动型的 但是他任何决策 都是通过收集资料 进行分析评判的 而我们如何用 最低的成本 创造最大的价值 更多的还是一种 商业化的考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